其實上次你錯過了一個星期 你剛剛休息的會 復會 其實你之前預測 10月6日之前 很緊張的 我記得大家猜猜什麼 我就說 我猜自由黨大比數 你取個機會 自由黨的小數政府 真的是小數政府 我笑得剛剛是小數政府 你才是第六金頭痛 你才有那個預感 就真的是 53 席 剛剛又不及 54席 那晚就相當緊張 就是真的要看得很厲害 大家評論真的就是 哎呀 做不到大多數政府 就要做小數政府 但是現在大家又可能在傳言傳言 會不會叫一些一兩個跳船的議員 道德 NDP 保守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黨 轉過去 你會不會看這件事情 會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是 因為你只差一直就真的很不值 是吧? 你可以說完事 是吧? 跟你說一下 下下要看別人的面子 你是很不過癮的 尤其是因為你已經做了不久 在過去那八年裡面 就是他都是 自己說 我說什麼就什麼的 我夠了票 我不用看你的臉色 但是現在你要看 NDP 要看保守黨的臉色 是需要做些事情 那真的策略性需要一個議員? 不是 因為其實呢 林麥堅你自己也說了 他說我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我也不會有組織聯盟政府的 很多人當然 就是 他不用組織的 只要好像以前有一些 好像Bob Ray那樣 原本是NDP 他就是說 跳黨 轉了 自己的顏色就可以了 沒什麼用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有幾個不好處 麥堅迪他就一定要承受 這個少數政府 但是如果 好了 你現在去叫人 那你會不會主動去叫人呢? 如果你主動去叫人的時候 人未必叫到的 但是被人爆出來 但是呢 你自己也很沒面子 也很沒人 是嗎? 也在政治裏面 也不是很不常見 譬如說 以前你也說過 我們在麥堅還未開場之前 譬如Stronick Belena Stronick 那個情況就是 因為他跟自己黨魁不對 是 我不對 我就 不但要離開 我還希望踩到你一腳 我過對面 等你此消彼獎 前後虧兩票 那就是 那個呢 你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不是可以接受 而是你可以離開 解釋得到 但是你譬如現在這樣 很老實講 你做普修莊 或者做新民主黨 你會不會突然間 咦? 如果我現在跳過去 我給麥堅迪 喂 我現在想過來幫你 有什麼好處 先 有沒有內閣先 有沒有部長做先 是不是 好了 就算讓你做 那你又如何呢? 你自己去漏人 你已經不經貴了 是不是 那你還要想 會不會是這樣 可能過程中間 是有些人中間的 有些人中間 但是我 剛才說的 我那個機會比較微一點 為什麼呢? 就因為你 現在 你 爭 是爭一席 雖然你說爭一席 那你是不是多叫一個人過來 你就有大多數政府 是不是? 那你大多數政府 其實為什麼你有大多數政府呢? 就是在很多議題上 你夠手舉嘛 是不是? 你現在要54隻手 你才可以通過到一件事情 那當然了 你有54隻手 你當然很開心 但是其實54隻手 如果他當日 在選那天 他拿到54席 組成大多數政府 其實麥堅迪 一樣都是很頭疼 其實是等於一個 少數政府 為什麼呢? 你每次去開會的時候 你要確定 這54個人都坐在那裡 你不可以去廁所 你不可以病 你不可以不到 那你有什麼可能 會在一個會議裡面 你有事情要過 你叫54個人出來 他要全部坐在那裡 這件事是很難的 這件事我真的 我沒去過現場會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 你們投票的議題 是會曾經有些 譬如議題剛剛那個議員不在的時候 譬如原本你們是9席的 嗯 就算有時候議題提出通過 那可能有時候 有人會absent的時候 都要照樣舉手 噢 absent就是沒有票 那就是不當沒有 當你投反對 那如果50多票 就值都真的非常困難 是啊 所以你說以前 噢 我有成 哇 七八十隻在那裡 我有十個八個 那天不來 吞一下 放一下 病一下 我都是救手 你現在 給你抽夠54隻腳 你每次都要五十隻腳 坐在那裡 是很困難的 可不可以人家說proxy 不行的 我全部在這裡投 要按鍵 當然 這件事真的 真是謝謝你 真是令到 不要客氣 沒有什麼需要多謝 我純粹自己個人看法 可能明天他就宣佈我 現在大多數政府 有人過來 你猜會不會呢 這個又是 我 我覺得不會 因為如果 如果我說那件事成立的時候 你做麥堅迪 你這麼辛苦 去挖個人過來 做大多數政府 那你也不擔保 另外那五十三個次次 會錯在那裡 你一樣是要捱小 做政府 一樣是會有人不到 那我幹嘛要浪費心機 去叫個人過來 我不如想一下 我怎樣去 靈流水 大家換些東西回來 怎樣跟你去玩這個遊戲 更好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那麥堅迪 以往 話畢話了八年 突然間你要叫他 在別人認識 他自己都要時間去適應 所以其實都是很難搞 那你說 你做對面那些 你會不會自己去 投懷送抱 那又是覺得你不會的 對不對? 因為你投得這次 好了 真的換到一些東西回來 麥堅迪 甚至乎 你這麼好 你在對面走過來 我給你內閣 給你部長做 那你四年後又怎樣呢? 再選的時候 選你那幫人 喂 你做了二、五的了 是吧? 就不是五四 你看 你怎麼再交代 政治經常都是二、五的了 是吧? 不過我就覺得 就是 那個二、五就是染我們的選民嘛 但是你二、五 你投他出來 他的東西都不對染 又不是二、五 但是那些你仍然都還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拿回來 但是你從這邊走過那一邊 你就二、五到出面了 但是永遠 如果做政治家 沒有辦法 可以 說得一段 電視院民意 他不做一件事 就不是一個政治家 你想想 Bob Ray這麼大的派對 由這個NDP轉成紅色 嘩 他捱了很久 是 但是 你想想 一個 連當時這樣 他也走過去 整天轉顏色 這件事是 很難想像的 但是問題也說 好了 你轉了顏色 Bob Ray 今時今日他都只是 給你做臨時黨魁 臨時黨魁 不能做 永遠 做真的黨魁 你只不過在這段時間裏 隨便你可以臨時黨魁 為什麼 因為你始終有一個包袱 我隨便的人死光 如果不是 人家一定會記得 你做過二、五 怎會有可能做黨魁 Bob Ray已經算厲害了 在自由鬥 還可以爬到那麼高 但是你沒有份去選黨領 沒有份去選總理 很難的 總之 這個預測 應該都是 仍然維持這四年 我覺得 應該會有 會有什麼變 我覺得 好吧 講回你 始終你也是 這個World 3市議員 列治民3 當然 你自己這段時間 已經進入另一季了 差不多這個Fall season 快到了Winter season 有什麼特別 在你的World裡面 或者在Richmond Hill裡面 這段時間我繼續做 正如 下車繼續塞 真的很塞 真的很塞 但是 我經常都覺得 塞車這件事 就不只是Richmond Hill 基本上 全個GTA 船港安省 都是有這個塞車的問題 但是塞車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 這班政府的人員 不去做事 不是 是實際上 我們可以做到多少 還有 也有很多層 譬如市 我也講過 譬如你說大陸那些 其實屬於region 是不到我們去理 但是我也相信 他們已經不停在做事 但是做事 又需要經費 又要cost 又要成本 現在也在教育方面 希望可以教育到 多些人去坐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反而就是 在我們的責任裏面 你投訴塞車 我們是很理解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都是受害者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的事 我們在現時 其實是沒有辦法 可以應付到塞車 但是我們可以 不是說完全沒有去做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怎樣去疏導 怎樣去控制 那個交通的流量 令到他的塞車時間 不要那麼長 這個就是 反而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我聽到很多投訴塞車等等 是明白的 但是 那個城市 是 無論region 都要為未來建設的 是啊 我只是想現在這一刻 因為如果黑區 根本他們未來那個 25年的發展藍圖 根本那個人口 是預計是會增加了 30至40% 那人口在那樣增加 那你勞一定要狂闊 不停這樣起 去承接那個人口的增加 但是你車一樣繼續多 所以其實都是勸大家 都是 不要開那麼多車 大家都是要 就是 因為你們的財富增長了 其實以前的財富 就是來自那些地 以前那裡 都是根本是那些荒地 那大家現在那時候 那些路一定建的 不是那麼闊的 那現在個個都賺錢 又買家庭 又賣出去又賺錢 那這些就是個代價 要等它 如果想現在要塞一陣 建更闊一些路 就是要等的了 還有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都說得很對 塞一陣 是不是真的一陣呢 因為很多時候你要迫政府去做一件事情 其實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政府 它看到 它會不會遇見到這個問題 然後 接下來呢 可能會很塞車 先擴闊一些路線 那你覺得會不會呢 不會的 當然不會的 需要的時候 就是現在真的正在來 所以一定要燒到眼眉 所以其實很多城市 不只是Richmond Hill 其實他們一路不停地發展 其實政府就是說 你發展到一個地步 你是忍無可忍 已經是頂不住了 好 那我扔錢下來 蓋東西 蓋地鐵 蓋輕鐵 增加巴士 所以雞和雞蛋的問題很可惜 很多時候都要犧牲了我們自己的市民 然後政府才肯扔錢下去做事 好啦 廢哥希望你繼續在這裏 即是可能一個Term不夠 要兩個Term才繼續蓋起來 看到一些路 可能隨時真的要兩個Term 才蓋好 即是說真的 兩個Term都沒看到 但是你反而很鼓舞的 就是Highway 7 你見到 現在你真的 你見到它 有計劃的 這次不是亂蓋的 不是一塊塊 它擴闊得是 闊了很多 即是我自己每天走過的時候 我都說 以前不覺 原來還有位可以每邊開多兩條線 原來是可以的 那你見到其實那個城市的發展是這樣的 即是你 你不是貼著馬路起的 它是規定你可能 中間有樓 中間有樓 有些篩鑊 有些東西 這樣子 那到真的它要精用土地去擴闊的時候 它有位去擴闊 那其實都是有安排的 那希望 當我們見到一些路 慢慢又悔立起上來的時候 那裡都可能你都 那些子女剛剛大學了 應該都 真的可能要 你都可能入大學了 那你看看西芬也很快的 那看看哪條路 那十六街也是要的 那那些一路慢慢 都是因為都是向北上的 是嗎 那今天這個阿姐靚靚系列的曾經DJ 差不多了 那很感謝大家一齊參與我們的討論 那希望大家多一點跟你朋友說 我們 即是如果你忘了這個節目的話 或者想重溫一些片段的話 我們都在inix.tv slash video 節目重溫那裡 就有不同的節目裡面 那希望大家會支持我們 那待會凌晨的時候 我們又是真是 哎呀 很努力的 頭痛的 又換另一個景 今天很厲害 今天這個ivy 上個星期有兩個頭痛 和一個水災 真的中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到底他中了哪兩個呢 上次他真的有說過 又有一個不舒服的 應該是有一個水災 很多道具 美國也有 泰國 泰國 那樣 地震又有在這個 尼爾堅尼那裡 印尼附近 那樣 所以都幾神奇 那樣 他說不單是這樣 有好歷來以來的最近的感受 又好像見到 有很多 從未發生過的現象 又好像在發生著 那樣 所以今晚就 未必是講他的過往 可能講回一些預感 嗯 好了 那還有呢 明晚凌晨 我們有live的節目 Angry Buds 嗯 就講到這個 就是一些 depressed的事情 Alfred每一次 都會跟我們唱歌 都會令大家輕心一點 好了 再次多謝阿輝哥 跟我們做了直播 每逢星期二 那下星期二再見 好 多謝你 OK 拜拜